环保署长魏国宴今天上午南下到屏东县政府找县长曹启宏来商讨费油的回收问题 才刚离开校屏东县马上就清查屏东市的食品业者 结果又查到顺德企业还是有在收购费油 而且不知道目前的流向 食安问题再度露出隐忧 针对有食安公安一律的工厂 屏东县采取全面清查行动 下午城乡发展处机场人员在普查时意外发现 卖回收油给郭列城位于高雄大辽的地下工厂顺德企业 在9月10号搜水油事件曝光后 竟然还是以一桶18公斤200元的价格 继续向屏东团扇业者收购 发生了他还来周围很差异 我真的很差异 我们很吓一跳 你们有问他吗 有问他说你们不是出事了还在收 他有问他 他怎么说 他好像说要换责任还是换什么 普信德夫妻名下的顺德企业跟大众环保企业 是收水油案主席郭列城的废弃回收油供应商 还在继续收购费油流向何方 环保局表示将马上处理 目前我们已经针对我们县里面小吃摊还有夜市 还有这个量饭店 就是数十页都有在进行普查 那刚刚既然有接的这个油还有交给高雄市这边 那我们会马上派人去处理 我们先去了解一下他这个目前他这个交付的情形是怎么样 是不是真的是也交给高雄市这一家 那我们当然马上就跟他讲说 目前我们正在普查 要合格的这个业者才可以去收这个事 对事后有 环保署长魏国燕才南下拜访地方政府首长商讨费油回收问题 但出包的业者竟然到现在还在回收费油 卫福部长邱文达保证15天内突善处理食安问题 如果挽救民众对政府执法的信心 恐怕还得再观察 新唐人咬在电视 李娟农林美华 台湾屏東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